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师女 我一生出家没有成就 愿我在释迦佛的教法下 成为一位让佛特地开许音许 尼释德界的比丘女 出家正德阿罗汉 啊 才是老弟 我的妻子刚生下来一个男孩 叫做萨嘎 哦 恭喜恭喜啊 大嫂不是也刚为你生了个美丽的女儿吗 哦 你是说法师女啊 啊 正是 我们两人情同手足 不如结为亲家 哦 是好 但你不知道我这个女儿啊 怎样 一生下来啊 就大哭不止 怎样哄她逗她都不行 直到有一天 哦 是磨合波蛇波提长老你啊 您是来传法的吧 是的 快请进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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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有人拜访 去去去 没看我都烦着吗 让他离开 老爷我今天谁也不见 阿弥陀佛 财师大人 怎么连我也不见了 我还以为谁让孩子不哭了 原来是您来了呀 孩子哭闹也算常识 不过他听到佛号风展颜微笑 也算与佛有缘 不如叫法师女 好名字呀 就叫这个了 老爷 不好了 家中出异象了 放大光明了 我说些什么呢 这是有人要挣佛果吗 但是那是小姐的房间呢 法师啊 你已经长大并挣得果位了 如果要出嫁 我也不拦你 这是你和池寿大臣的儿子 萨嘎的婚妻已尽呢 我知道父亲的难处 现在悔婚也怕萨嘎不会答应的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 法师女 我还是要娶的 是 是 我知道法师女有神通命 但她如果受比丘尼戒 必须到齐陀林去 她去一次 我就抢一次 看她还怎么出家 世尊 世尊 法师女想出家受戒 但每次路过齐陀林都被萨嘎索打扰 连倪众金堂都受到了威胁 前世怨 尽世线 可以用音讯为她传记 以后若遇到障碍逆缘时 皆可用死法受戒 多谢世尊 世尊 世尊已经开始 佛与僧众在齐陀林念一世 你在此观想 也能圆满得阿罗汉 多谢世尊 如释众闻 诸法应援圣圣 诸法应援圣 必须心平常常 就这样 法师女虽然不能亲自于佛前受戒 但她也圆满受比丘尼的戒体 法师比丘尼精进修学 最后归归三切烦恼 获证阿罗汉火味 最后归归库又必须 光都不酷尽 因为太平洋 睡眠一脸 对 会尽伤 优优独播剧场——明镜 熊 不行 疼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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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啊 使劲再加把劲 不行 疼死我了 疼死我了 佛祖慈悲保留我妻儿平安 所救的佛 多谢佛祖保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诞生仪式啊 好的好的 快去照看妻儿吧 我的好儿子 别哭了 妈妈在这儿 老婆 孩儿怎么哭喊不停啊 不清楚啊 我刚刚喂过他 他不吃 只顾哭闹 这可怎么办啊 给我哭哭 不会得了什么病吧 我儿的脚 怎么是这个样子 施主无必惊慌 你家的婴儿 得的不是什么病 是因前世所作的孽缘所成 之后每晚便会疯痛 白天疯痛自昏消失 尊敬慈悲的佛陀 啊 请免去我儿子苦痛吧 施主不用养求 这是每个人的因缘宿命 你们只要好好护养长大就好 愿力成熟时便是他多离苦难 我可怜的孩儿 不要哭闹了 夫君 把孩儿给我吧 夫君 这都是我儿的造化 佛祖显现开示 我们理应好好抚养 夫君 给孩子取个名字吧 是啊 看孩儿这般模样 就叫他脖子吧 老爷夫人 啊 怎么这样啊 夫人 你看这一切 我儿真是福报啊 是啊是啊 我都看到了 虽然这样富有 可我儿一出生就遭受这样的罪 我心疼啊 怎么夜间出现这么大的院落 好壮观啊 是啊 是啊 之前破烂的房子去哪儿了 好奇怪啊 昨晚我还在他家接生 怎么一夜之间变得如此富有啊 生的男孩儿 女孩儿 是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儿 长得可庄严了 不过左脚有点畸形 不会是婴儿带来的福报吧 说不好啊 就是啊 快看 施主出来了 各位乡亲们都来了 今天是玩脖子的诞生仪式 都里面请报 施主的乡亲们抱着所有疑问 跟随施主进了宅院 一探究竟 在脖子的诞生仪式上 施主把脖子出生后的来龙去脉 都告诉了乡亲们 乡亲们 无不赞叹脖子的福报 从此 舍未成的人们一提起脖子的名字 一切善愿都能荣愿达成 脖子 吉祥的脖子 我老夫就一个儿子 还随国王的军队去打仗了 现在是生是死还不知道 请吉祥的脖子 把我儿子平平安安的带回家吧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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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我的好儿子 你回来了 快让母亲好好看看 脖子 吉祥的脖子 让母亲的眼睛能够明白 我能看到了 我能看到了 吉祥的脖子 出生后带给人们的福报 受到了人们的感恩和尊敬 但脖子每晚还要承受疼痛的折磨 五岁大的脖子在白天 开始学习世间八观茶等学问 脖子在父母的疼爱中慢慢长大 但脖子的痛苦也从未停止过 直到有一天 母亲 母亲 你来了 亲爱的脖子 昨晚疼痛的厉害了 我可怜的孩子 母亲 你来了 很惯 脖子 现在的荣华富贵 我也无从享受 只要你的腿不疼了 要母亲做什么都愿意 母亲 不许母亲这么说 我的病是天生的 请了这么多的大夫都没能治好 看似 没什么希望 是啊 就如世尊所示 这是你前世的孽缘 仅是该受到的报应 又是报应 又是世尊 世尊是谁啊 如果他有这般神通 知道我的前生来世 怎么不把我的病治好呢 再说了 人哪有因果报应 都是骗人的 我可不信 脖子 你真是太无礼了 遭受了二十年的罪报 还是不思悔改 世尊就是受到 世人敬仰的释迦牟尼尊佛 这些由不得你不信 亏你才读了这么多的学问 你太无知了 母亲 凯儿 凯儿错了 我这就去忏悔了 是真心的吗 是的 母亲 去吧 好好地悔过 嗯 莫迷得 你真心的